好 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想问一下严正胜教授 就是现在泽伦斯基 他有透过一个专访 公开向这个习近平喊话 他邀请习近平访问乌克兰 你觉得这个可能性多大 我觉得习近平 一定会在这个之前 可能如果说他能够促成 以阿的和平的话 那有一个更强的底气 就是变成是说 中国是和平的使者 从伊朗跟沙吴地 然后如果能够再促成 我觉得带着这个 他可能真的会去 但是在这个完成 以阿这个之前 我不认为他在这个时间点 因为你还刚去过俄罗斯 感觉上你跟普丁还蛮麻吉的 那普丁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背叛我了 这么快 那所以我觉得会有一个铺陈 但是国际社会现在会期待 消耗战持久战对于俄罗斯来说 一定程度可能就像近平哥说的 也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因此现在传出了普丁向北韩求救吗 因为这是白宫方面的消息说 俄罗斯正打算派代表团到北韩 然后同时提供北韩粮食来交换军国 另外还包含了普丁签署了一项新的征命令 要招募100多万的年龄落在18到27岁之间的新兵入伍 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汤老师 普丁向北韩求救 这个有可能吗 我觉得普丁现在应该可以说是 要尽可能可以帮助他的这些国家 来跟他们稍微打个招呼 因为这个北韩这边 他当然他有他一定的科技的水准 你看你不要小看他 他们这个核弹 还有包括他那个洲际飞弹 他那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那所以说呢 这个普丁跟他们合作 我觉得是有一个相当大的 这个合作的空间 因为北韩他那边的这个粮食的 这个问题实在是很难解决 还有这个能源的问题 那所以说这样子的话 我就觉得说这个对普丁来讲 还有这个可以非常可以好的合作 另外还有呢 譬如说像伊朗 那伊朗呢也是提供俄罗斯 他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无人机 那无人机那当然这里头 这个有可能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技术呢 这个伊朗那边 他也是非常的这个先进的 那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两个国家呢 对普丁来讲 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 普丁的这个小老弟 就是这个白俄罗斯 那白俄罗斯呢 他跟这个俄罗斯呢 其实他原本就是一个民族的 那所以白俄罗斯 也在加强的在帮助普丁来 整军整顿他的这个军备 那所以我是觉得普丁现在 你不要看好像他这个很多地方呢 跟这个乌克兰的形成拉距 可是实际上他还有后面啊 还是有相当大的这个支撑 再加上中国的这个角色 他当然虽然说我现在不是卖武器给你 可是呢他跟他有相当多的这个 合作的项目 尤其像这个东西伯利亚 那整个东西伯利亚就700多万的平方公里 现在他们整个的要跟中方来做合作 那实际上我觉得普丁他确实 他还有相当大的这个背后的支撑 这其实外部来说 他们其实现在也很关注这个俄乌战争 说到了这个俄乌 我们来看一下俄乌战争目前最新战况 3月30号乌克兰 据说已经全境发出了防空警报了 好现在呢 前线每天攻击的次数 从3月初以来 虽然已经连续四周下降 但是一直到今天也有57起 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靖平哥 就是我们来看到基站的几个地区 包括这个哈尔科夫 现在传出至少有遭到6枚俄罗斯的飞弹击中 另外呢俄罗斯连月有出动了无人机 还有发射了飞弹 好现在初步的资料显示是S300的防空飞弹 好损失还在统计当中 那现在有人说 俄罗斯似乎已经改变了一些 他们的这个战术了 S300的防空飞弹的用途 似乎用来攻击乌克兰的地面目标 主要是S300防空飞弹 俄罗斯的存量应该还有很多 根据这个乌克兰国防部长列治尼科夫 去年11月22号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提到 乌克兰掌握的情资显示 俄罗斯惯用的这个KH-31 还有这个伊斯坎德飞弹跟口径飞弹 口径飞弹是俄罗斯海军常用的 就是3M-54的这个飞弹 大概还有 这样以口径飞弹来说还有37% 也就是229枚 以俄罗斯的这个存量 那如果是伊斯坎德 他们常常KH-31常惯用的这个飞弹的话 还有剩下13% 也就是119枚 但是如果是这个S-300防空飞弹 他还有87%的存量 也就是6980枚 那所以这是根据乌克兰军方 掌握的这个消息 那如果是乌克兰军方 掌握的形势没错的话 那表示S-300 他在这个哪来当成 地对地飞弹攻击的这个武器来用的话 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有内建的惯性导引 跟这个无线电指令导引 当初这个他们俄罗斯的这个 他们设计军方 他们在设计这一款飞弹的时候 本来就可以里面有一些地对地的功能 虽然它不见得像地对地飞弹一般精准 但是用来作为大规模面积的杀伤 是绰绰有余 那所以在去年的时候 他们就曾经发射16枚S-300防空飞弹 当成地对地飞弹来用 去攻击这个乌克兰的尼古拉耶夫州 所以现在攻击这个乌克兰的人口 第三多的这个哈尔克夫州 因为哈尔克夫第二大城 哈尔克夫也在哈尔克夫州 所以而且它紧邻着俄罗斯 北边就是俄罗斯了 是可以拿来做一个这个大规模攻击 想要转移乌克兰的一些防御的力量 因为我知道 我们都知道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军事的战争 胶着化在于这个巴赫木特 那巴赫木特形成一种僵局 那又俄罗斯俄军又没有办法 迟迟无法突破 所以完全把这个地方拿下来 然后进而去把这个乌东 还有整个顿巴斯区的这个状况给解围 那没有办法解围的话 你似乎就只有深东及西 就只有把这个哈尔克夫州去攻击它 所以现在因为他们现在还在统计 那个伤亡是有多少 但要晓得是俄罗斯的这一款的S300防空飞弹 它也不便宜 虽然还有将近7000枚 但是如果这样打这样消耗的话 恐怕也会让这个俄罗斯的军方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所以可以显示的出来现在俄罗斯它出动了无人机 出动了这个飞弹的攻势 包括把S300当成地对地飞弹来打的话 它所强调的就是要多元化的对乌克兰的各种目标 这个哈尔克夫州甚至会考量到基辅会不会受攻击 所以再分散一部分的力量到基辅 所以恐怕这是俄罗斯改变它战术最主要的原因 还有就是因为我昨天有提到说 这个英国打算军援乌克兰平右弹 那开始加大这些攻击力道 以迟缓北约包括美国英国在内对乌克兰的军援 那它用其他的这个飞弹攻势 恐怕想要在这短期之内收到了这样一个战术嚇阻的效果 但是是不是有达到俄罗斯军方设定的目标 可能还要打一个问号 GPA 跟 DHA 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GTI 714 享有折扣哦